在收益管理的实际应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超额预定。 我们曾在很多新闻媒体中看到这样的报道, 一些公司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进行过度的超额预定, 最终导致了顾客的使用体验大打折扣。 例如,2017年,美联航将一名华裔乘客强行脱下飞机, 导致乘客受伤的事件曾引爆网络。 这是典型超额预定的负面案例。 那么,什么是超额预定? 如何衡量超额预定的利弊取舍? 其实,超额预定不单单有消极影响, 好的超额预定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然而,不当的超额预定会给企业的形象、 顾客满意度以及企业的收益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收益管理的产品经理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弈。 那么,请你思考一下,在上述案例中, 假设你是航空公司负责人,该怎么决策? 在这里,我们给出超额预定的概念。 超额预定就是指接受超过酒店可供房客数量的预定, 以减少出现未履约行为的风险。 预定是酒店业管理需求常用的一种方法, 相当于储存需求, 既可以被看作制造业常用的利用库存或推迟交货策略。 对于超额预定的实施, 关键是如何准确预测并确定超额预定的代售产品数量。 以机票销售为例, 一位航空公司内部人士讲到, 在现实中, 我们发现一些航班每次总有三名至五名已经购票的旅客没有乘坐飞机。 基于这样的统计和测算, 我们会在一些特定的航班上实行一定比例的超售, 以减少损失。 据资料分析, 在航空公司不实行超售的情况下, 按最保守的数据预测, 每销售一万个座位将产生两百个座位的虚耗。 这除了给航空公司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外, 也导致真正急于出行的旅客无法搭乘所需航班, 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 机票超售的正面意义不仅在于增加航空公司的利润, 还能够让航空资源获得更有效的利用。 实际上, 机票超售并不必然导致航班满员, 也不必然造成购票旅客无法登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国内航空公司每超售一万张客票, 受影响的只有四名旅客。 毋庸置疑, 把握好超额预定的数量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富。 既然超额预定效果如此显著, 是不是越多的超额预定越好? 答案是否定的。 怎样做才能更合理地进行超额预定? 首先, 我们思考一下, 引发企业超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一, 主要原因, no show。 并非所有的顾客都会如期抵达酒店入住。 我们将未按预定时间到达的行为称为no show, 失约或退订。 no show是采用超订的最主要原因。 目前, 国内信用制度还没有彻底完善, 顾客不会因为没有履行预定而承担经济责任。 对于酒店而言, 宾客的取消订房或阴道未到行为造成酒店当天会有一定数量的控房。 而这些控房原本可以出售给其他有需要的顾客, 从而引起酒店收益的损失。 因此, 酒店收益管理使用超额预定的技术方法增加酒店因为no show而下降的出租率来增加酒店收益。 顾客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出现有多种形式, 有可能只是推迟预定的时间延迟入住, 也有可能临时取消订房或未通过任何方式向酒店告知单方面不来入住, 并之后不再出现。 还有可能是在入住后提前离店。 与航空业相比, 酒店的no售率更高。 根据国外酒店以及国内酒店经验, 延迟到店占酒店客房预定量的5%左右, 临时取消订房者占酒店客房预定量的8%到10%。 而为缴纳定金的客人与商务客人出现no show的可能性更高, 酒店的房间预定一般分为两类, 团体订房和个人订房。 团体订房一般指由国内外旅行社、 专业会议、商业机构等事先计划和组织, 与酒店签订订房合同。 双方意愿共同旅行契约, 预定不到或临时取消的可能极小, 即使有变化也会提前通知。 而散客是由个人订房, 一般不收定金, 随意性很高, 出现no show的可能性高。 不同顾客群体也有着不同的no show率, 除了顾客no show方面的原因,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由于国内信用制度还没有彻底完善, 客人不会因为没有履行预定而承担经济责任, 这样就导致了一些不受酒店欢迎的行为。 例如,客人可能为了价格原因或出游人数不确定等因素而执行多次、多处预定。 这种行为在随意性较大的自费旅客中较为普遍。 通过多处、多次预定, 他们可以拿到较好的价格, 可以确保抵达酒店时成功入住。 二、代理商中介虚假预定。 酒店代理商或中介通过预期客房数提前向酒店提供预定信息。 当日实际入住数与其所报预期客房数不同, 且差距大于可接受范围, 即虚假预定。 对于酒店业超额预定而言, 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可以将其归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包括预定未到电, 取消、延迟住宿、提前离店等等。 而外部原因包括季节、日期、淡忘季、 供需关系以及大型的活动、 突发的气象、地质、灾害等等, 都会影响到酒店的预定情况。 对于企业而言, 科学合理的超额预定可以帮助企业增加收益。 那么,要实现科学的超额预定, 就需要对超额预定进行控制。 超额预定应该有个度的限制, 以免出现因过度超额, 而不能使客人入住或超额不足而使部分客房闲置。 通常,酒店接受超额预定的比例 应控制在10%到20%之间。 具体而言, 各酒店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 合理掌握超额预定的度。 超额预定率等于超定房间数 比上可定房间数乘以100%。 超额预定房间数等于 临时取消预定的房间数加没有入住的房间数 加提前退房的房间数。 而可定房间数等于 房间总数减去延长住宿的房间数。 酒店接受超额预定的比例 高低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酒店的类型。 一般来说,连锁品牌的酒店 凭借完善的统一预定系统 和庞大的分店数量 可以适当提高超定率 以提高利润。 独立经营的酒店就相对保守一些。 二,顾客细分市场。 公费顾客和自费顾客。 顾客因公费和自费 其消费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区别。 一般自费顾客未入住率较低, 不宜多超定。 散客和团体顾客。 由于散客的消费行为不确定性大, 而团体顾客的消费行为受牵制多, 超定比例可适当提高。 如果是团体顾客居多, 超定比例可适当降低。 根据不同时间。 细分饭店的淡季、 平季、旺季和特殊季。 细分节假日和工作日。 在我国现阶段, 节假日的未入住顾客率较低, 不宜多超定。 三,预定方式。 如果临时性预定的客人多, 超额预定的弹性也大。 确定性的有充分的时间给书面确认, 向他们收取欠款的风险较小。 同时, 宾馆在施诺时的责任也相对较大, 故超额预定定制的弹性就小。 对待保证性预定的房间, 超额预定无弹性。 因此, 超额预定的计算要受预定取消率、 预定而未到客人之比率、 提前退房率以及延期住电率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 在上次课, 我们介绍了超额预定的概念以及成因,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超额预定, 以及构成超额预定的因素有哪些。 那么请思考一下, 哪些行业更适合超售? 这些行业有什么特征? 使用超额预定策略的行业, 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提供的产品能力有限。 对于不能迅速调整产品能力的行业, 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能够有效地分配总量和产品共享的服务能力, 可以用超额预定解决。 例如, 酒店所拥有的客房数量在短期内是有限固定的, 增加新的客房数量在短期内不能实现且投资巨大。 二、产品具有不可存储性。 服务产品具有不可存储性。 超额预定将产品的闲置降低到最低程度。 很多企业可以通过存货来缓解供求矛盾。 但是, 有些企业的产品是无法存储的。 如果不在给定的时间内销售, 那么该产品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例如, 如果一间客房在某一天没有被销售出去, 那么这间客房在当天被使用和为酒店创造收益的机会就永远消失了。 三、预定可预测。 预测是超额预定的基础。 酒店可以通过预定系统观察过去和目前预定情况, 预知未来的预定需求量、预定进度和预定的来源。 设置超额预定率。 四、风险管理。 闲置损失和超受风险之间的权衡问题。 不同的决策者对风险的喜好程度不同, 由此导致水平的选择不一致。 从而确定的超额预定数量也有差异。 我们以航空业的风险管理为例来介绍超受量的计算。 在航空业,将实际乘坐航班的人数与该航班的全部售票数之比称为到达率, 即为二。 首先,获取旅客的到达率变化的概率分布。 通过这个概率分布,计算出在一定时间间隔及一定置信水平下可能发生的最大亏损额。 然后,根据决策者对风险持有的态度,确定合适的超受量。 关于超额预定的使用。 有效的超额预定策略,既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由闲置资源产生的机会成本, 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过度超售带来的风险成本。 一旦出现过度销售导致预定顾客无法入住, 会使酒店生育蒙受巨大损失。 超额预定策略在实施中的重要考虑是, 最小化超额风险。 超额预定策略的实施对行业性质有一定要求。 不同行业超额预定的标准不同, 相应的出现过度超定时给予的赔偿也不同。 如,民行业会有非常高赔偿, 包括免费住宿、就餐等待下一航班。 酒店业的补偿高, 通常会解决去其他附近的同档次或更高档次的宾馆住宿问题。 汽车租赁的补偿方式是, 等待或临时使用其他汽车租赁公司的汽车。 航空货运的补偿是用下一班机运送货物对货物到达的延期进行赔偿。 超额预定的实施步骤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预测客运情况。 2. 做好价格调整的准备。 3. 合理计划客运比例。 4. 合理做好超额预定。 1. 预测客运情况。 首先,酒店管理者需要做好客运预测工作, 预测可以从多方面着手。 1. 分析往年同期的预定情况, 营销人员应该细分和研究去年同期的每天客房出租情况, 如每日出租房间数、散客房间数, 以及来自协议的散客比例, 来自订房中心的散客比例等。 4. 将以往的数据与今年同期预定情况进行比较。 由于旅行社、团队往往会提前预定, 而且通常越接近指定日期时, 团队的房间数才会越确定。 所以营销人员应每隔一段时间与旅行社和对团队的收客情况, 防止旅行社为了控房而做虚假或水分较大的预定。 2. 了解本市同类酒店的预定情况。 通过了解竞争对手和不同时段的酒店预定情况, 可以估计出自己酒店客房出租的前景。 3. 关注各媒体报道在酒店客房高峰时期。 特别是节假日期间, 各大媒体包括网上都会征先从相关行业、 酒店处了解到最新的情况进行滚动式报道。 4. 其他渠道信息。 酒店管理者可以从酒店主要客源来源地的酒店销售界同行、 旅行社、客户那里了解信息, 以便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2. 做好价格调整的准备。 根据预测情况, 针对各种客源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 新的价格要尽量提前制定, 以便留出足够的时间与客户沟通。 期间,营销人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落实。 不仅通过电话、传真、email、通知客户, 更要从关心客户的角度出发, 提醒客户尽量提前预定, 以免临时预定而没有房间。 在价格调整中, 不同客源的调整幅度可以不一样, 对一贯忠诚于酒店的协议公司客人提价要稳妥, 要与他们沟通, 尽量在协议客人能够承受的幅度间进行提价。 对于订房中心的调整, 可以从网上进行了解, 特别是调查同类酒店的调价情况, 结合客户可以承受的能力 以及酒店自身情况综合考虑。 酒店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不能只做一锤子买卖, 因为建立良好的信誉是发展未来客源的基础, 绝不可以因为节假日, 游人增多而水涨船高, 肆意涨价。 三、合理计划客源比例, 根据调查与预测情况, 合理做好客源的分配比例。 如果预计天气状况不妙, 可以增加团队的预定量, 如果预测天气较好, 可以减少团队预定量, 但不能一刀切, 不接团队, 除非酒店以前从不与旅行社打交道。 酒店可以通过价格的上涨来合理控制或筛选不同细分市场, 对于长期合作的系列团队, 应尽量提供一定比例的房间。 四、合理做好超额预定。 为了降低超额预定的风险, 酒店可以通过对以往no-show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一个合理的百分比, 从而实现既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由于空房而产生的损失, 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由于未能做好足够预定而带来的损失。 因此, 不仅仅是营销人员要做好预定和超额预定的策略制定, 而且需要与总台一线员工进行沟通, 并进行培训。 如果真的出现客人预定而没有房间的情况, 要设法事先在同类酒店安排相同档次的房间, 并用酒店的车免费将客人送到那。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参与。 美联航在其推特的官方账号上发布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道歉声明, 但将事件轻描淡写为对乘客的重新安置, 宣称美联航员工只是按照既定程序应对类似状况。 生育管理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爱里克·基菲尔当天说, 美联航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品牌自杀。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 抵制美联航, 拒绝乘坐美联航等标签迅速走红。 美联航股票11日大幅下跌, 逾6亿美元市值蒸发。 超额预定的数量需要有一定的范围, 以免出现因过度超售而不能使客人入住或超额不足, 而是部分客房闲置。 通常, 酒店接受超额预定的比例应控制在10%到20%之间。 具体而言, 各酒店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掌握超额预定的度。 我们都知道, 过度超售会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具体包括 1. 信誉及经济损失 超额预定的后果是可能导致客人降低对酒店的满意度, 对酒店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并且针对无法入住的顾客的一系列赔偿, 处理措施都会对酒店造成经济损失。 2. 法律纠纷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制定的禁止超额订房的条例规定, 酒店必须在顾客已预定房间, 并预付定金时, 保证顾客有房间。 如果酒店后来客满, 无房间时, 就必须尽一切努力, 找到其他住处以待之, 必须退还定金。 按照应超额订而未入住该酒店的顾客人数, 没有一人就罚款达500美元。 3. 消耗额外人力和物力 酒店对客服务是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工作, 为处理超额预定和补偿措施, 需要订房部、销售部、前台相互协调沟通, 消耗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避免过度超定的措施, 包括信息收集和预防措施两个方面。 首先,信息收集。 超额预定虽然能为酒店带来收益的保障, 但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管理者需要根据经验, 对市场进行预测和对客源情况进行分析, 做出适当的超额预定决策。 需要的信息包括团体订房和散客订房的比例, 各订房资料等。 一、掌握团体订房和散客订房的比例, 由于团队预定和散客预定出现预定不到, 或者临时取消的可能性高低不同。 通过对一段时间内团队预定和散客预定的比例的测算, 决定超额预定的幅度大小。 二、根据订房资料, 分析订房动态, 如酒店需要根据预定系统中的历史记录, 筛选出过去以往订房者不到者, 临时取消者, 提前离店者, 逾期留宿者以及提前留房者的客人。 在之后的交易中, 可以选择将其设置黑名单, 或者在超额预定安排房间时选择占用其房间。 其次是预防措施。 一、细处理预定资料。 每日应细审核当日所有的预定资料, 及时处理有重复、更改和取消的预定。 在预定到入住这段时间内, 会有一些客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近期抵达或者取消了旅行。 但不是所有客人都会主动通知酒店。 前厅部要在客人抵达前通过电话与客人进行多次核对, 一旦变更迅速做出调整, 并通知相关部门将客房重新预定或者销售给其他客人。 二、预定担保。 预收保证金或要求信用卡担保, 将风险合理转嫁给客人, 尤其在酒店营业高峰, 如节假日、当地重大经贸活动时。 三、每日核对客房。 每日核对每间房的实际使用情况, 对当日预计离店客房及时确认, 对提前退房各房妥善安排, 及时核对当天可以恢复使用的待修房。 关于酒店超额预定制度表, 包括预防超额预定管理制度表和处理超额预定管理制度表。 该类制度表用于登记超额预定前的工作流程及负责的部门, 汇报的部门、签发的部门, 有利于规范超额预定工作, 提高超额预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这里展示的就是预防超额预定管理制度表。 对于酒店而言, 超额预定纠纷处理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 以便能更快更好解决酒店的超预定问题。 1. 确认客房超额服务失误。 问题发生后, 应该给予顾客真诚的道歉, 并与顾客开展有效的沟通, 通过耐心倾听, 识别并确定客房超额给顾客带来的问题。 2. 解决超额给顾客带来的问题。 一旦出现客房超额, 不满的顾客会出现抱怨甚至投诉。 投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补偿及补偿程度。 有时仅仅补偿是不够的, 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顾客的补救满意度。 例如, 真诚的道歉, 合理的解释, 补救速度, 主动性和不再失误的承诺保证等。 3. 整体改进超额服务。 针对在服务补救中发现的超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措施, 以此来优化超订服务系统, 减少类似事物的再次发生。 1. 如果因超额预定而不能使客人入住, 按照国际惯例, 酒店方面应该做到。 1. 诚恳地向客人道歉, 请求客人原谅。 2. 立即与另一家相同等级的酒店联系。 请求援助。 同时, 派车将客人免费送往这家酒店。 3. 如果属于连住的情况, 则店内亦有空房, 在客人愿意的情况下, 再把客人接回来, 并对其表示欢迎。 可由大唐妇礼出面迎接, 或在客房内摆放花束等。 4. 提供了援助的酒店表示感谢。 2. 如客人属于保证类预定, 则除了采取以上措施以外, 还应试具体情况, 为客人提供以下帮助。 1. 支付其在其他酒店住宿期间的第一页房费, 或客人搬回酒店后可享受一天免房费的待遇。 2. 免费为客人提供一次长途电话费或传真费, 以便客人能够将临时改变地址的情况通知有关方面。 3. 次排房时, 优先考虑此类客人的用房安排。 大唐妇礼应在大唐迎候客人, 并陪同客人办理入住手续。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